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老周 今天咱们来说一下这些304周旭光管道出现渗流的情况 怎么导致的 这是一位粉丝 他前段时间找了我说 在酒厂有一瓶304周旭光管道出现渗流 他现在找了这种厂家去进行了这种材质转练 发现这个材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现在这个管子是什么情况 这个管子大概有50米长 然后他会用过氧乙酸会进行清洗 这个过氧乙酸对304周光管道的影响 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为什么会出现渗流的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 可能是因为水中氯离子含量或高 氯离子对不油钢是有腐蚀性作用的 所以我建议这位粉丝呢 是进行这个水质的一个化验 去检测这个氯离子的一个含量 大家对304不油钢出现这种渗流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谢谢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下 etaan 有什么看法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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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